第三节宗教改革 之前我们讲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 代表着欧洲的世俗化倾向 但是他们并没有通罗马天主教会发生过正面冲突 但是随之而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就不同了 它摧毁了罗马天主教会的统治 导致了一系列新教国家和地区的出现 这为日后欧洲向近代社会迈进扫清了障碍 首先我们看马丁路德 在宗教改革运动前夕 欧洲人对于罗马天主教会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 但是要像这个已经统治了欧洲至少十个世纪之久的 庞然大物提出正面挑战 需要非凡的勇气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做不到 伊拉斯摩也没做到 但是马丁路德却做到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他的勇气来自他对上帝狂热的信仰 马丁路德是德国人 他曾经在阿尔福德大学学习法律 但是他更关心的是自己灵魂的得救 置不在于法律 所以没有念完大学呢就中断学业 到达奥克斯都修道院当了修士 他严格的遵循修道院的规定 祈祷 禁食 守夜 师父通过禁欲苦行 来抵消自己的罪孽 但是呢他始终不能如意 直到有一天 他读到了圣保罗的训诫 一人必因性而得生 才使得他顿悟 心情豁然开朗 因为按照罗马天主教的观点 赎罪呢是要靠人的善行 及行为称义 但是人要怎样做 才能够让上帝满意 教会没有标准 尽管路德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但他仍然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无法让上帝满意 这几乎使路德陷入绝望的状态 所以当他读到 一人必因性而得生这句之后呢 突然意识到 人是无法完善自己的 因此不能奢望 通过自己的行动 来赢得上帝的恩赦 赦罪是上帝白白的赐予 与人的行为没有关系 对于信徒来说 真正重要的是内心的信仰 那么他的这一个认识 就后来发展成为新教的中心教义 因性称义 后来发生了一个偶然事件 就把它卷入到了 与罗马教皇的正面冲突之中 1517年 教皇利奥十世 以修建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为名 派了一个名教特资尔的修士到德国 来出售赎罪券 他这个行为呢 就引起了当时在维腾堡大学 担任讲师的路德的强烈奉慨 10月31日 路德在维腾堡教堂门口贴出了 关于赎罪券的功效的95条论纲 抨击教皇出卖赎罪券的做法 与此同时 他宣称 信徒灵魂的拯救 既不靠教皇 也不靠圣礼 而是靠信徒自身的信仰 路德公开否认教会的权威 则标志着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开始 罗马教廷对此反应强烈 后来路德呢 被开除了教级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呢 又下令逮捕路德 路德随改名异信 被同情他的萨克森选侯菲特列 巧妙地绑架到瓦德堡 他在这里呢受到了保护 在路德身边很快就聚集起了一批追随者 这些人呢被称为抗议者 Protestants 这个词呢后来就成为 从罗马天主教会分离出来的 新教徒的总称 在瓦德堡 路德呢将拉丁文的圣经 译为德文 此举呢不仅使得得意志的基督徒 都能够阅读圣经 打破了天主教会对于圣经的解释权 向德国民众呢也提供了 开展思想斗争的有力武器 同时也为德国语言文字的统一和发展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那么以马丁路德为首的 德国新教派 被称为路德宗 路德教的影响范围 只限于在德意志的北部地区 斯坎丁那维亚半岛和波罗的海的沿岸 而新教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国际运动 应该归功于法国人约翰·加尔文 加尔文在阴性称义等基本点上呢 同路德是一致的 但是呢他发展了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 加尔文教的核心是预定论 路德和加尔文都认为人生而有罪 人不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 赢得上帝的恩赦 恩赦取决于上帝的自由意志 不受人的意志和行为所左右 一个人该下地狱或该上天堂 是在他出生之前就有上帝安排好了 人无法改变上帝的决定 而加尔文还进一步地声称 能够得到上帝恩赐的人是极少的 他们是上帝的选民 绝大多数人将被罚入地狱 预定论呢给人以一个严厉的 深不可测的上帝 使广大信徒呢遭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但是呢加尔文教又说 尽管上帝对自己的决定是密而不宣的 但是人们是可以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找到是否成为上帝选民的迹象 如果一个人坚持过圣徒般的生活 经得住一切考验 能够战胜一切诱惑 他就可以从中获得自己是上帝选民的感觉 因此呢加尔文教徒总是坚持不懈 以便呢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够观察到上帝的旨意 加尔文不仅是一个理论家 而且是一个实干家 他呢接受日内瓦改革者的邀请 到该城去进行了宗教改革的试验 他在那里呢建立起了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 教会是由 教会由牧师主持 师政呢是由牧师和长老组成的 教务会议来管理 他们实行了禁欲主义的统治 不许赌博打牌 禁止酗酒 反对懒惰和奢华 强化性道德 关闭戏院和其他娱乐场所等 加尔文的改革试验呢 吸引了欧洲各国的宗教改革家前来学习观摩 这就使得日内瓦呢 成为新教运动中的国际中心 被称为新教的罗马 相对于路德教来说 加尔文教的改革更加彻底 更具有建设性 而且加尔文教也有利于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 因为他鼓励勤劳节俭 珍惜时间 这些呢正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 所需要提倡的道德品质 16世纪英国也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 这场运动的导火线是亨利巴士的 离婚案 因为亨利巴士呢 没有男性的继承人 所以他呢向教皇提出 要与王后凯瑟琳离婚 但是呢 因为这个王后凯瑟琳呢 是来自于西班牙的公主 她是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查理五世的姑妈 教皇就迟迟 没有批准亨利巴士的离婚请求 所以这个亨利巴士呢 就一气之下呢 就断绝于罗马教廷的关系 但是这个呢 也是表面上的原因 那么如果我们分析深层次的原因呢 其实就在于 因为英国的这种专制王权的加强 以及呢 民族意识的增长 使得英国各个社会阶层 都难以容忍罗马教廷 继续干涉英国国内的政治和宗教的事物 而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还希望呢 大规模的掠夺教产来壮大自身的力量 1529到1536年间 英国连续召集八次议会 批准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的法令 其实主要内容是 宣布英国天主教会 奉英国国王为最高首领 不再从属于罗马教廷 国王有权任命教职和决定教义 那么未经国王许可 教会不得制定新的教规 现行教规 也要得到教皇的首肯 同时呢 改宗教法庭为国王法庭 由国王的官吏来审判教徒 镇压异端 这个宗教改革呢 保留了天主教的主教制度 还有一些重要的教义以及仪式 由此呢 英国就完成了建立民族教会的历史任务 改革后的教会呢 称为英国国教或安利干教 1536年和1539年 亨利八世两度下令 封闭修道院 没收地产 此举呢 不仅极大的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 而且呢 由于大量的教会地产 转移到了新贵族和资产阶级手里 也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 英国此后呢 又经历了一次宗教的反复 亨利八世的藏女玛丽 继承王位之后呢 她作为天主教徒呢 就极力地迫害新教徒 所以玛丽女王呢 又被称为血腥玛丽 到1558年 亨利八世的次女 伊丽莎白继位 英国又才恢复了国教 那么英国国教 并没有完全满足新贵族 和资产阶级的愿望 在十六世纪的下半夜 他们呢 在国教会的内部呢 就形成了一个 类似于加尔文宗的新派别 要求彻底清除 国教宗残存的天主教因素 这就是清教运动 而1840年以后呢 英国在清教运动的旗帜下呢 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内战 宗教改革后 形成的新教呢 分为三大宗 即传播于德国北部 斯坦迪纳维亚诸国 法国瑞士等地的路德宗 传播于瑞士 法国尼德兰和苏格兰等地的 加尔文宗 传播于英格兰 苏格兰 爱尔兰和英国各殖民地的 英国国教 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 天主教会也进行了 一系列的反宗教改革运动 以消除宗教改革的影响 和重塑教会的权威 天主教会呢 多次召开特兰托宗教会议 重申天主教教义和仪式的正确性 以及教皇的最高权威 他们还颁布了一批禁书的目录 禁止教徒阅读这些禁书 同时呢 加强了各地宗教裁判所的活动 严惩 异端 天主教会内部呢 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 以改善教会的形象 提高教会的威信 比如说在1534年成立了耶稣会 他的宗旨呢 是维护教皇的权威 重振天主教会 对抗宗教改革 这个是三位最著名的 欧洲来华的耶稣会士 立马斗 汤若旺和南怀仁